即是呢,那時候是兩部電影同時上映,那時候是華東水災,全香港影藝界聯合做了一部電影,叫做《豪門夜宴》, 跟我們《玉蒲團》打對台,是《玉蒲團》贏了,曾志偉說什麼面都沒有了。 這次是全香港影藝界輸了,玉蒲團。 但是《豪門夜宴》是拍得很快的,那個是很隨便的,即是連劇本都未設得好。 很多人是聯合執導的,所有人拍,全世界人,隔頭來都拍《豪門夜宴》。 講回玉蒲團,他那個構思的過程是怎樣呢? 當時你拍《省安奇兵》、《嬰妹仔》、《發內情》全部都很Hit, 三級片,收到的票房多極有限,因為有些觀眾已經進不到戲院看, 為什麼要拍三級片? 我們覺得三級片是不是有一個創作空間? 為什麼沒有一部香港,我們看的有些蜜桃成熟事,外國有些三級片很厲害, 港參片我未見過一部,三級片很厲害,三級片是不是很粗濟濫造的? 我們一定要搞一個很厲害的三級片出來。 當時那個動機不是為了賺錢,而是你覺得是一個挑戰,沒有人做過這件事。 是吧? 找人選方面,葉子薇是不是一個首選? 葉子薇是,當時他很紅,我找了葉玉興,我親自跟他談過幾次, 他一開始答應了後來反後。 為什麼反後? 不肯不敢做,就是這樣。 葉玉興是脫過的? 後來,後來。 後來見到葉子薇... 就不是,也不是這麼徹底。 不是啊,葉子薇是脫光的嗎? 葉子薇反而不是的。 葉子薇不肯脫光,三點不露。 我自己跟他談過幾次,葉玉興。 那麼... 葉玉興為什麼我那時候看他做這個... 麗的那時候呢, 那個空洞沒那麼大呢? 是整的嘛。 是奇怪的,我自己怎麼... 當然是整的嘛。 你怎麼吹仗他的呢? 那麼...